总之就是 以前我确实挺烦你的 但是见不着你这段时间 我发现 我是真的很想你 可是我一想到你嫌弃我 我心里就闷闷的 总之就是没有你 这绝我也不好喝了 这外面一天比一天无趣 那我问你 你是因为 只想选一个陪你作乐的家伙 还是因为 喜欢我 空鸣先生 你怎么比我还傻呀 我就要你 只要你 你听清楚了吗 我可以尽量你 就像我这样你 我来的 师父 阿姬已经往人间走了 第一次入人间还是独自一个人 阿姬居然一点都不害怕 真不愧是我呀 阿姬以前觉得仙界很好 现在才知道世间之大 仙界有其高级 人间也自有她的繁华热闹 我想师父您说的话是对的 阿姬会找到自己想去的地方 也会知道自己该叫什么 回来客战 我明明是第一次来仙界 怎么觉得好像来过呢 不会是又和梦里那条大尾巴与有关吧 师父好像不喜欢我提到梦境 这句还是不要的 我买了这么多颜色 先是哪个好呢 外面有人用了灵力 难不成是师父来了 不是师父 先是师父的爪牙 我看你往哪逃 先师父 鹿台山的先师父 我是被逼的 那是仙界之令我不得不来 但我没有害过人 一丘之河还敢降临 既然跟先师顺得勾结 就该知道有这一天 以多欺少算什么好哈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只臭狐狸 我劝你不要多管先师 这怎么叫多管先师了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情 他都说了自己是被逼无奈 你们何必要这样赶尽杀绝啊 他们围捕其他御灵师的时候 也没见他们手下留情啊 洛姑娘 我没有动过手 空明和曲晓星 正在附近围捕其他先师府的弟子 一会儿就来 洛姑娘 这个狐狸好像跟他是一伙的 不如我们把他一起带走得了 说话不要那么武断啊 谁认识他啊 谁跟他是一伙的 你是被我牵连的 我拖住他们 你赶紧跑 就冲你这句话 我就知道你不是坏人 放心 画板里的大侠 可不是这个时候逃跑的 画板里的大侠可不找你这样 抓起来 押回北渊 北渊 不就是师父不让我去的地方吗 果然各个凶声扼杀 那画板里还说了 擒贼先擒王 你放开我你这个臭狐狸 你知道我是谁吗你 你要是敢惹我的话 北渊的人不会放过你的 你 这么多灵石 怕不都是抢来的吧 你北渊的人这么富有吗 你还给我 那是我跟云合 好不容易攒下来的 合什么好 这 这位先有 这么做有些不好吧 这有什么不好的 反正都是抢来的 不拿白不拿 反正是你啊 我救了你 你还过来教训我 拿着 在下机宁 多谢先有相救 请为先有尊姓大名 叫我阿稷就行 对了 方才说那什么先师府的人 好像也不是什么好人 我看你这个人倒是挺不错 生性善良 我才救了你 你就别跟他们一武了 其实 先师府并非都是作恶之徒 有不少师兄弟 都是迫不得已 奉命行事 你哼什么 人家好歹还想要救我 你呢 不分青红皂白地就抓人 要我看 你们北渊的才是坏人吧 不过呢 你说我好不容易逮倒了你 该怎么处置你呢 我要不要看看你身上 还有什么呀 阿稷哥 那个 毕竟男女瘦瘦不亲 瘦瘦什么不亲 做了坏事就要受到教训才对 你说你这么好看 那个小姑娘 干吗总是凶巴巴对别人 怕不怕啊 让我看看 该从哪儿下什么呢 放过你了 洛洛 没事吧 孔明 好了好了好了 洛洛啊 这春狐狸是不是轻薄你了 那 倒也没成功 没成功 先生 这个县师府的人 好像跟那个狐狸是一伙的 该如何处置 成羽的师弟 先把他们带回北洋看押 小青 好 你跟洛洛一起回去 走 是 为什么呀 你又要赶我走 当然不是了 当然不是了 只是青瑶给我传信过来 说现在北原突发了一案 有犯事者闯入了冰湖 常义她连查都没查 直接判了死刑 现在不赞同的声音 越来越多了 我不放心 就算再想不开 也不能这么胡乱的发人啊 常义不会这么罗莽行事的 这件事她肯定有其他的计划 洛洛 现在玉领士之困未解 我真的走不了 小青 回去以后一定帮我盯着点 你又要留我一个人在北原 这不还有我吗 你又不是空明 好了 乖了 只要我纠置好这些御灵师 我一定马上马上回去找你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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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